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就在剛剛12月3號的晚上10點多 南韓總統臨時宣布戒嚴 以反對黨癱瘓國會為由 凍結預算、包含打擊犯罪的資安預算 維持人民秩序預算等等的費用 還有反對恐嚇法官、彈劾多名檢察官的方式 癱瘓韓國的司法運作 損害了南韓國家的基本職能 讓國家停擺 這是韓國總統自己的說法 並且宣讀了以下六條 好,我簡述一下 包含第一,禁止國會和地方議會的政黨活動 示威遊行等行為 第二,禁止否定民主自由體制與顛覆民主體制的行為 禁止虛假新聞捏造輿論、造謠、煽動示威 第三,所有的言論與出版必須接受戒嚴司令部的控制以及審查 第四,禁止造成社會混亂的停工、罷工或是集會遊行 包含實習以及住院醫生在內的罷工或離港 必須在48小時內回到本職崗位 否則嚴懲 第六條,除了反對國家勢力等體制外 土通國民要盡量減少日常生活不變之處 然後下面就是該怎麼罰啊,用什麼第幾條之類的 那韓國這兩大黨的議員們都紛紛緊急的去國會 進行的否定戒嚴的投票 如果我沒有翻譯錯的話,應該是190票全票通過 包含這個執政黨以及這個反對黨 全部都是反對戒嚴的 對吧?包含執政黨的議員們也都在嗆 自家的總統啊,宣布戒嚴是一個絕對錯誤的方式 執政黨以及國民力量黨皆表示會與人民一起站出來 也越來越多的守偶市民站出來啦,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稍早看到一些衝突的畫面 軍警跟民眾確實也造成了一些衝撞的摩擦 那無論這個韓國總統的說法 反對黨是不是有凍結他們國家的預算 造成他們國家部分基因人的失調 是不是跟台灣很類似的狀況? 而我就在翠上面表示 但是我們的細節不同之處在哪呢? 例如韓國總統的支持度僅剩17% 70%的反對聲音聲浪 而我們的總統賴清德並沒有這樣的支持率 也沒有這樣的窘境 而即便藍白癱瘓我們一部分的國會事情 還有這個凍結我們軍事國防預算 這是事實,對吧? 但是我們是利用什麼方式呢? 我們舉辦了很多合法的集會遊行運動 還有去申請的,對吧? 世衛遊行抗議嘛 而且我並沒有在會下面支持 身為一個民主國家進行戒嚴 我們好不容易從國民黨的戒嚴陰霾中走出來 怎麼可能會在這種情況下支持戒嚴呢? 所以那些招咬的網軍真的是請你們加油啦 藍白是不是正在幹瘫痪我們台灣國會的事情 跟我轉述韓國總統他的說法 就變成了我支持台灣應該也要戒嚴了 是這樣喔,是這樣喔,是這樣連連看的喔 韓國總統的說法我轉述 我們台灣的藍白也是在我們清鳥認為在干涉 在停擺我們國會這也是事實 這怎麼就都成了我支持台灣應該要學韓國戒嚴 不要這樣連連看啦,非常的搞笑啦 這個語文學有在進步喔 那如果今天說俄國打下了烏東地區 烏克蘭總統表示我們要反對俄國的入侵 結果啊,有一些烏東地區的人自認為是俄羅斯人 是支持俄羅斯的,反對烏克蘭的 那是不是跟台灣某些人的自我認同是很相似的呢? 然後按照你們造謠的邏輯就變成 喔,你看89他支持俄羅斯要侵略烏克蘭了 欸,真的很會連連看,很會解釋喔 請你們來當古文的這個注釋翻譯好不好 我跟你說啦,今天假如我們的總統賴清德 莫名其妙的宣布戒嚴 不管是用什麼理由,反正中共是沒打來喔 而我說的這個戰爭下可能炸到台北啊 炸到台中之下來這個戒嚴令跟國民黨 之前執政時代蔣介石蔣經國那個戒嚴令啊 是有很大區別的不同啊 因為我們攤開歷史的長河 從各國的歷史來說像是這個 加拿大的戰爭措施法嘛 還有這個戒嚴令掌握在法院手裡 該法案被引用了三次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還有1970年的十月危機 1988年戰爭措施法被緊急情況法取代 還有美國的狀況也是嘛 美國在各種情況之下 包含在外國直接攻擊 之後 比如說日本偷襲珍珠港 偷襲夏威夷 然後這個紐澳龍戰役 宣布對一個州或是其他的地方進行戒嚴 或是這個重大災難之後 進行的一個戒嚴 然後呢根據情況該法案可以禁止美國軍隊在未經國會批准下的情況下 要介入國內執政 但其實我說的這個狀況 賴清德如果突然在中共打來 即便他要宣布戒嚴也是要經過國會的同意啊 那個時候中共就是打過來 你們可能甚至要宣布一起投降也有這個可能啊 所以我說的這個可能也不復存在啦 因為我覺得比起中共打來要不要戒嚴 可能你們會選擇投降機率會更高一些啦 所以不用擔心會不會戒嚴啦 先擔心要不要投降啦好不好 國民黨質疑啊 賴清德總統作為中華民國的身居統帥 民進黨的立場是否認為 我們台灣未來可以因為總統不滿意國會的監督 就決定用軍隊接管國會 難道沒有辦法用選票贏得國會 就要用軍隊接管國會嗎 我跟你們科普一下啦 在台灣的這個體制之下 我們要怎麼戒嚴 是要經過國會的同意 也就是要經過藍白的同意 對吧 即便他們真的要這麼幹 即便民進黨要這樣幹 那是不是要經過你藍白的同意 不然總統要怎麼宣布 我跟你說啦 如果今天中共打過來 突然我們要戰爭的要預算的 我們要反抗的 我很怕你們也全部都說 不要啦我們投降啦投票啦 請問一下 按照你的這個說法 民進黨沒有辦法贏得國會 那請問民進黨籍的總統 要怎麼透過國會進行建言 這一點你怎麼沒有講進去 那你們怎麼不說 你們藍白沒有合最終贏得總統選舉 所以才用這種方式去削減 很多這個國防預算 軍事預算啦 很多亂七八糟的 把中央的權用財化法分走 分好多好都怎麼不講這個 我認為全台灣哈 你國民黨最沒有資格講 借不借嚴這句話的 畢竟你幹過 你幹過好長一段時間 而且你們是戒嚴的既得利益者 這些小粉紅們 至今仍然還在台灣的領土上 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 喊著中國台北 為了祖國加油 加入過共產黨 你們一個一聲不敢放 說要體諒人家 因為我們民主自由言論自由 你們若是沒有造成 我們國會的混亂 那我們民間自發性舉辦的 從這個年中到年末的天鳥行動 是在玩嗎 大家都要上班很閒嗎 我還自費舉辦花天堂賠錢的 我很閒嗎 國民黨不要講了 好像你們是有在維護民主自由 在支持民主自由 你們翁上的不是說你最大嗎 你超大你最大的 然後今年香港的集會遊行 香港的這個大遊行 在自由廣場的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國民黨的議員 或是立委過來聲援一下 甚至陪同走一下 但我有看到民進黨有來 八九六四那個 我也沒有看到一個國民黨的議員 或是立委來講話 沒有 民進黨有來 時代力量的也有來 我就是沒有看到國民黨的立委 議員們 市長市議員任何上來講話 沒有 不要搞得好像 你是支持人權 支持什麼民主自由的 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們都一圈景美人權博物館 都一圈 都一圈跟我說那是誰幹的 那是誰幹的 而且根據11月的政黨支持度來看 民進黨還有30.6% 國民黨21.4% 民眾黨12.2% 再根據最新的12月新聞表示 民眾黨內部的民調支持度 僅剩5.79% 而微博上的狀況 中國網友那是紛紛嘲諷 一個多小時的戒嚴就這樣沒了 完全兒戲 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完了 閒的沒事就去賺賺回收了 就一個小時就解除了嗎 自己嚇自己啊 跟鬧著玩似啦 跟國家家似啦 果然是泡菜吃多了吧 閒的沒事就來替我上班好嗎 睡得早等於沒有事發生 真的就是沒事幹 多吃六六枚行不行 意味著總統要危險啦 韓國這是在杜苗如年呢 這和時代風俊有什麼區別 我的睡眠也解除了 心疼北邊民眾 連熱鬧都看不了就結束了 哦解除了鬧著玩 這就小韓鬧呢 沒事洗洗睡吧 喂我還沒睡覺呢 怎麼變來變去呢 我來個大結局操點 哈哈哈哈 挺會玩的別嚇我啊 事還真多 不是說進去抓人了嗎 完了韓國總統要唱鐵窗類了嗎 韓國總統又不是拳斗換 沒有軍權實權 小韓三權分立呢 肯定不會讓總統胡亂搞的 這麼無聊來替我期末考吧 我們再說啦 這其實就是民主國家體制的優越性在 很多小粉紅總是說 民主國家亂啊做事停擺 我問你 今天習近平三連任通過的時候 是全票通過耶 竟然沒有一個人反對 如果是正常民主國家會出現這種狀況嗎 三連任全票通過社會看起來好安定好和諧啊 但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中國最近內部整個高層發論什麼事這兩年啦 尤其是最近描華派系全部被抄家 在中國這種鬥爭是死不見屍的 青鋼哪去了 今天習近平搞這個三連任 其實也有非常多中國人不滿意的 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在家爸爸媽媽在電視看著 爺爺奶奶在電視看著就罵著啦 是啊罵著啊 人家韓國民眾會上街抗議跟軍隊對峙 但是在中國你們都知道共產黨是真敢開槍的 共產黨是真敢做的 8964就示範過一遍了 即便在國際媒體這麼多的香港 他都做了這麼狠的事情 所以你說在共產黨的這種黨天下的體制 又是藝人元帥的體制之下 習近平突然來一個一聲令下 誰敢反對他 說清零就清零 說封城就封城 誰敢反對他 毛澤東說人民公社就人民公社 毛澤東說文革就文革 毛澤東三反五反就三反五反 大家就跟著 埋頭去幹 反對的心中的不願也不講出來 講出來就死 這是大家想要的制度嗎? OK我們退一萬步來說 我們就拿韓國總統自己宣讀的那六條 請問一下 你們小粉紅在中國 可以做到哪一條? 首先你們就沒有國會了 更沒有地方議會 你們只有每年一次的人民拍手大會 通過 你們更沒有遊行抗議示威的活動 你們連騎單車去開封吃個包子都被禁 萬聖節上街Course也被勸反反動 不少人上了警車 第二條你們把民主改成社會主義 顛覆社會主義 所謂虛假訊息虛假新聞嚴懲 我們姑且不論這個虛假的判定標準在哪 我們就說李文亮好了 昨天也是疫情的還是前天是五周年 第三所有言論與出版必須接受 戒嚴司令部的審查與控制 你們把這個戒嚴司令部換成黨支部 微博黨支部 抖音黨支部 快手黨支部 B站黨支部 B站審查單位 請問有什麼區別 更何況你們沒有宣布戒嚴 你們是直接寫進憲法 你們有什麼資格說善道士 最後韓國軍方表示 在總統正式通知宣讀這個戒嚴之前 他們還是會遵從總統先前的戒嚴命令 在街上戒嚴命的 因為我的剪輯是出過晚了 然後我明天又沒有空 所以我就先錄了這一支 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八九 明天見 拜